各位农业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由我吴展才来为大家讲解生思非跟定点思非的好处 今天我们要会看一些文章 一些科学性的文章都是国外做的一些研究 虽然说理论需要实践来验证 但是很多情况正确的行动也需要理论来指导 所以今天我们会透过这几个研究来跟大家看严谨的实验 来看看生思非对土壤的好处 因为说肥料的科技也是日新月异 也会遭遇到很多的瓶颈 所以在研发的过程中 我们如果能够配合生思非跟定点思非这样的一个行动 就可以增加思非的效益 加上最近因为国际肥料对于国际的原物料的行情也波动非常的大 所以肥料的成本实际上也是直线上升的 所以能够透过生思非跟定点思非的方式 来把这个思非的效益提升 对我们的土壤也会有更好的环境的一个保护 OK所以我今天要谈的这个题目呢 就是生思非跟定点思非 对土壤跟作物的效益 我们看 这个是今天我们会谈到的几个重点 为什么要进行生思非 我们一般提的生思非 就是在土壤的土面下超过30公分以下 我们叫生思非 但是因为针对不同作物的属性 有的作物属于浅根系 有的属于比较深的生人根系 当然也跟这个地理环境的气候有关系 但是如果一般上我们提到生思非的话呢 就是30公分以下 土面下 为什么要强调有机跟无机呢 这个在生思非里面的这个研究里面呢 也提的非常的完整 就是说搭配有机跟无机的使用 其实对生思非的效益还是比较好的 然后生思非比较大的一个好处呢 就是它带来了土壤团力 还有土壤微生物这一方面的好处 这个也是在报告里面会提到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会来仔细的 跟大家一起看看这几个好处 当然我们所谓的这个生思非跟土壤施肥呢 就好像我们这个视频里面看到的这几个情况 基本上都在根圈的周围做施肥 然后在土面下的一个情况 这个是我们在海南岛做三波地施肥的时候 才会看到的一个情况 这个就是它的土壤 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在三波地的雨水冲刷 其实土壤大多数都被冲掉了 所以看到这个根系裸露的情况非常的严重 保不住这个土壤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进行有效的生思非 能够确保土壤里面的根系呢 是可以得到长久的得到这个养分的 然后所以我们下面会看到一篇 这个澳大利亚做的研究 它的题目就是根系的生思非 跟土壤团力 还有这个黏土的生思的一些改善 它这个实验呢 做了一个设计 其实它是用了两个这样子的容器 这个容器是一个小容器 套在一个大容器上面 然后呢 这个大的容器里面呢 又有一个所谓的土壤处理层跟下土层 那我们要看的这个指标 就是土壤改善的部分呢 就是在土壤处理层的下土层呢 它的改善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所以它的土壤的处理呢 实际就用了好几个处理 有这个单纯的复合肥 然后又有单纯的复合肥 加这个有机肥 又有有机肥跟控制肥 这好几个主别 这个是呈现的第一个效果 就是看土壤处理层呢 对土壤含水率的影响 不同的生思非的处理 对土壤含水率的影响 基本上呢 看从这个数字 这个图表里面我们可以看 这个土壤呢 大概在第25天的时候呢 就会产生变化 因为前面25天可能都没什么变化 最明显的就是这个控制组这边 控制组的是在25天之后 到140天的过程中呢 它的土壤含水率基本上都没什么变化 但是有经过施肥处理的话呢 基本上它的土壤的含水率都会有下降的情况 主要就是因为说这个土壤的根系有生长了 所以根系会从土壤里面把水分给吸收上去 所以这个会有影响 我们继续来看 下面一张图呢 指的就是它对根质量的影响 就是它的根质量呢 用了一个比较特别的单位来呈现 叫做长度密度 长度密度越大的话 表示它的质量越高越大 一样呢 我们来看这个表层的施肥 跟这个土壤的处理层 还有下土层 基本上呢 不管是在这个生长期或者是成熟期 有种小麦的这个部分呢 它的土壤的深度 跟土壤的处理层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这个 这个黑色跟白色这个斜线的处理 它的有用有机肥跟这个复合肥的 处理呢 它其实在这个根密度上面的表现 都是比较高的 就是我这个图片里面蓝色纸的部分 代表说 有同时使用有机跟无机肥的话 的生思肥的处理呢 对根的质量的影响 其实是最高的 然后下面我们可以看这个 生思肥对土壤大团力形成的影响是怎么样呢 这边的图表 当然我们会来看几个部分 我们先把这个不种小麦的部分给拿掉 因为那部分太复杂了 我们可以看说 有经过有机跟无机的施肥的处理 也就是这个蓝色纸的部分呢 就是它这个对这个土壤大团力的形成呢 是比较是最高的 而且它的这个里面的显著差异都比较明显 我们可以看这个右边这边 夏土层有进行生思肥处理的话呢 它的一个大团力的形成的相关系数呢 是高达0.95 所以它的整个的相关性是非常的高 所以有进行生思肥 尤其是有机加无机的话呢 对超过2000个微米的这个土壤大颗粒的生成的百分比呢 是最高的 OK 下一个我们可以看不同的施肥的处理呢 对大小团力形成的影响 这个部分出现蓝色的部分呢 是所谓的对照组 就是没有种植任何小麦的部分 那我们看黄色的框这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发现到说 不同的颜色 颜色越深的部分呢 代表的是这个团力的颗粒越大 颜色越浅的代表的团力越小 当然如果土壤的团力越大呢 代表它的疏松度 或者是它的这个土壤的透气性是更好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 有进行脉杆处理 跟这个复合肥的这个有机加无机的部分呢 它的这个颜色深色的部分呢 也就是大团力的形成呢 是最高的 所以它等于是说 有机加无机配合生丝肥 对土壤团力的影响是非常正面的 然后这个部分我们来看看 对微生物的影响 一样我们可以看这个有机加无机 也就是红色框起来 这个虚线框起来的部分 这个图片的表格的中间是真菌 图片的表格的右边是细菌 所以跟对照组比起来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它的这个 对真菌的生成呢 其实也是跟对照组比起来呢 是相差了五到六倍 所以它是有效的提升了土壤里面的 真菌跟细菌的族群的数量 OK所以这部分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 这个部分的总结 生丝肥基本上呢 它改变了土壤里面的含水率 主要是因为土壤的水分被根系所吸收 所以这个含水率会有明显的变化 然后第二呢 是跟了发育的过程中呢 实际上会遭遇到两种阻力 一种是来自物理性的阻力 也就是说这个土壤的大团力 造成了机械阻力 另外一个带来的就是一个根部的根圈的润滑效益 当然那个部分是微生物带来的 所以大的团力呢 第一它有办法保持土壤里面的水分 所以能够有形成一个保水颗粒的一个土壤层 让我们的土壤呢 能够突破这一方面的机械阻力 当然根圈的部分呢 因为有这个所谓的物理性的这个纠缠 跟这个根根毛 还有一个代谢物 还有菌根菌所形成的一个围堵 当然这个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 那有这样子的一个物理性的纠缠 或者是纠结团呢 更能够让根系去有趋肥性 跟趋水性的一个趋动力 所以呢 鼓励有机肥跟无机肥的生死肥呢 能够带来我们所看到的改良土壤的水分 改良土壤里面的大颗粒的团粒的结构 还有微生物里面的族群的增加 这个就是这个部分 跟大家提到生死肥的其中一个部分的好处 然后这个部分呢 我们会进行另外一篇文章的讨论 这篇文章呢 是德国跟以色列做的 当然我们知道这两个国家 不管在科研的严谨度 而且是在农业方面呢 尤其是以色列的这个发展都是非常站在前端的部位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针对定点施肥这个部分 这个是我们会讨论的定点施肥 前面讲的是生施肥 它这个是一个回顾性的文章 而且它是一个所谓的统合分析 简单的说呢 统合的分析也叫汇萃分析 实际上它就是总结了过去二十几年来的一些研究 里面呢相关议题 有关定点施肥的议题 把它做一个总结 然后再把它里面的数据 重新做一个统计跟包装 来给予新的一个诠释 这个就是我们常看到的一个定点施肥 比如说有很特别的丁子肥 有所谓的这个血施的方式 其实就是在树的根圈的部位呢 做定点施肥 配合这个一定的深度 所以就是定点生施肥 那这个所谓的施肥的方式呢 我们其实简单的说就可以分成好几种 当然我们现在看的最多的就是这个所谓的 表面施肥 实际上呢 这个肿肥同波 或者是这个所谓的浅层的这个埋尸 或者是犬层的血施 或者是深层的血施跟埋尸 都有它们各自的好处跟便利性 当然说表面的撒尸是在便利性上面是 看起来是比较方便的工作 但实际上在肥料的利用率 跟作物的利用率上面呢 是比较差的 那这个浅层的埋尸呢 实际上又有所谓的点施跟刀施 所以这个名词上基本上都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一般上就是认为说 浅层的埋尸就是在10公分以内 深层的埋尸呢 就是在文章里面呢 就是在10公分以下的部位 这个定点施肥跟产量的关系 配合作物的类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报告里面的第一个结果 他这个报告里面收集了772组数据 也就是有各种作物的类型 包括谷类玉米 稻谷类根茎类 当然还有一些蔗糖 还有一些地上物的一个果树类 实际上他做了一个方式 就是用这个相对产量来做表示 所谓的相对产量就是 在作者的定义里面呢 相对产量大于1的话 那就表示定点施肥对作物有它的好处 如果是小于1的话 当然就是坏处多于好处 如果是等于1的话呢 就是定点施肥对作物没有任何的好处 这个是他在这篇文章里面所做的一个 所有的数据都用这个标准 我们可以看 实际上在作物类型来说呢 尤其是玉米跟稻谷类 如果我们用定点施肥的方式呢 可以带来的产量 其实是有提升的 就是大于1 就是可以看到 其实可以更大于1 1.2到1.4左右 所以它的好处相对产量呢 是提升了更多的 所以也就是为什么 在一些总肥同波 或者是在机械大型施肥的过程中呢 会用这个定点施肥 或者是生施肥的方式 来进行这些作物的施肥 然后定点施肥的方式 跟作物的类型 这边就分的比较细的 我们可以看不同的蔬菜类 或者是稻谷类 或者是粮食 作物里面呢 它里面也会提到 从土豆 油菜 跟这个春麦来说呢 它对产量最明显的 就是这三个作物 它们的相对产量 是相对的高的 所以定点施肥呢 对这几个作物的好处 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然后下面是说 不同的定点施肥 跟产量的关系 这边比较的就是不同的方式 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浅层 就是10公分以内 或者是10公分以下 一个比较深层的点施 跟这个刀施 还有它所谓的表面施肥 还有这个肿肥同波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 实际上也是在这个 定点的这个浅层 跟定点的深层 还有深层的这个刀施肥 这几个黄色框起来的部分呢 它对相对产量呢 实际上是远远高于 这个所谓的调施 就是红色的部分 或者是这个点 或者是这个表面撒湿 这个几个方式 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它这个772组数据里面 所做的统计 是这个几个方式 对相对产量呢 在深层施肥 跟点施肥上面 是有比较好的效益 然后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这个施肥的深度 对养分类型的影响是怎么样 它这个施肥深度呢 基本上就是刚刚说的 表面施肥 这个5到10公分的浅层的 施肥跟大于10公分的 深层的施肥 实际上在这个黄色框起来的部分呢 我们都可以看到 尿素 还有尿素跟磷肥呢 实际上在10公分 或者是10公分以上的处理的一个 深层的施肥的深度的话呢 它的带来的产量的效益 相对产量的效益是比较高的 相反的我们可以看到 表面的施肥的话呢 但磷甲实际上都基本上 它的一个相对产量的 都没有所谓的 5到10公分的深层施肥 或者是大于10公分的深层施肥的 相对产量的来的高 下面我们看一下 这个不同的养分的类型 跟它们在土壤 在这个作物体内累积的浓度 这个是指的是不同的施肥的情况 一样去比较浅层的施肥 跟深层的施肥 或者是表层的施肥 跟这个深层的施肥的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看这个 实际上针对甲肥来说 如果能够进行大于10公分的施肥的话呢 对养分在作物体内累积的效益 是比较好的 等于是跟其他的蛋肥跟磷肥比起来的话呢 甲肥有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显著的效果 前面我们提到的是 这个大量元素 对这个养分的在作物体内的累积 这个表格呢 我们看它是一个 对这几个元素的吸收的效率 一样是图片的左边是蛋 右边是磷跟甲 我们可以看 这个蛋磷甲 其实也是在这个深层的施肥 就是大于10公分的这个施肥 它的效益是比较明显的 就是作物吸收的效益是比较明显的 尤其是这个蛋素跟磷 或者是磷氨跟磷 以及蛋素尿素跟磷 还有所有的甲 不管是氯化甲 硫酸甲 或者是这个所谓的其他种类的甲 在这个10公分以下的施肥呢 它的吸收效率是最高的 这个就是这篇文章里面所提到的另外一个重点 所以我们这边总结 定点的施肥呢 对作物的产量上面最明显的部分呢 就是在土豆 油菜 还有春麦 这三个作物里面是最明显的 大量元素呢 尤其是以甲肥 在大于10公分的施肥深度 能够在作物的体内有最高的累积量 还有它的一个吸收的量 都是最高的 所以对比撒斯来说呢 这篇文章就总结了 平均可以增产3.7% 虽然这个数字听起来不高 但是实际上它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因为你除了增产之外呢 我们也减少了对环境 对地下水的污染 然后其中一个这个重点 也提到说 尤其是尿素跟磷肥呢 它的一个效益呢 可以提高了27% 尤其安泰氮呢 增加14%左右 大量元素跟地上部的累积呢 都能够有明显的提升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几个重点呢 就是生施肥跟定点施肥 对土壤的效益 除了现在我们在肥料的这个采购上面 成本比较高以外 减少这个浪费的一个这个效果之外呢 实际上对我们的环境 尤其是地下水 还有这个土壤的团力 还有我们的这个河川的一个问题 土壤肥料流失所带来的影响 还是比较长远的 所以我们同时能够利用 用现在比较高科技的一些特种肥料 配合我们今天所提到的生施肥跟点施肥 去进行作物的管理的话呢 相信都能够带来很好的效益 今天的报告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